大家好,歡迎回到《軍武器言》 今天想說的題目是 關島積極建立飛彈防禦系統 正常內容,無限開 歡迎大家回到《軍武器言》 我是李主持Larry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關島 因為大家最近說中美大戰 無論你任何KOL 他們一說中美大戰,就說南海、台海 但某程度上,中國和美國打一場仗 有時候的拳頭可能會伸得遠一點 對於美國來說,劍指南海和台海 當然是一個前沿部署的情況 一個國家安全 但對於中國來說 某程度上,他們都會把戰線拉遠一點 其中一個他們常常在擺掛在口中 都說要瞄準的地方就是第二島鏈 第二島鏈就是關島 關島為人熟知的空軍基地 我們叫安德森空軍基地 安德森空軍基地 當然是一個很漂亮和很正的機場 即是一個長的跑道 亦有很多機庫 以及一些位置放很多飛機 上面是一個很大的空軍基地 在第二島鏈的部署上面 都可以非常方便 因為第一,它對著亞太地區 所以大陸的地方非常之近 它距離中國大概是二千多公里 大概二千五百公里左右 所以你看得出 它那個情況 如果要突襲中國,就非常方便 不夠三千公里的地方 基本上可以調配到很多不同的轟炸機 所以它不一定要嘗試轟炸機 但要調動的時候 就可以飛到關島做一個前沿部署 所以大家看到 B-2通常是本島部署 但如果要做一個戰略威懾的時候 固然可以由美國本土 飛到關島做後名 之前我們有時候看B-2 有機會有些人可以在那裡起飛 另外就是B-1B 以前都幾經常部署 另外B-52亦都可以在關島 之前就是武漢肺炎的情況 就調走了一些機器 但其實你會發覺 久不久,它都會調些B-1B過來 因為它要保持戰略威懾的作用 所以你會發覺都會繼續在這裏 但關島其實美國或者美軍 他們亦都關注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它一個叫做區域拒止 即是說在一個一定的範圍內 隔絕你不讓你進來 你進來就會遭到它的綿密火力網去襲擊 中國的綿密火力網包括什麼呢? 當然不是機槍機炮的東西 就是導彈 導彈,你知道它們的東風的威力 例如我們說 東風31和東風41 固然是一個長程的彈道導彈 但如果說到中程的 有威脅的也有的 例如我們說東風21D 這就是航母殺手 它的攻擊範圍大概是1700-1800公里左右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說東風26 東風26是國內叫做關島快遞 意思是它可以直打到關島的 當然射程號稱5000公里 但是我們估計 大概是3000至4000公里 有效範圍 但是都夠攻擊過關島的 相對來說 關島因為這個位置在第二島鏈 所以對美國來說 都是要保住這個地方 因為第一,上面的戰略價值目標太大了 你看到它所謂的飛機 全部都是一些最先進的飛機 一些戰略轟炸機 這裡是幾十億幾百億美金的東西 所以如果這樣被人炸 在戰略上 就是一個很差的戰略 才會這樣去部署被人炸 所以它們一定要一定要安全的部署 去防禦對方的飽和導彈攻擊 如果你說一枝兩枝飛彈 固然可以擋住 如果對方真的拆動這個 我們說關鍵的飽和攻擊 其實都頗窄勢 當然我們要數回 解架方軍有什麼武器可以威脅到關島呢?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為人熟悉的關島快遞 東風26 東風26因為射程夠遠 所以這個彈路導彈威脅非常大 另一個就是我們說的轟6K 轟6K上面帶著長劍10 轟6K的航空範圍 你預計作戰半徑大概3000公里左右 不會飛到很遠 另外他們的巡逆飛彈 長劍10 你預計大約1500至2000公里 所以勉強夠打 但看得出長劍10都會比較容易攔截 但如果對方出動到飽和攻擊 就是我這樣說 他們可以 轟6K勉強可以揉6G的長劍10 但如果真的作出攻擊的話 通常會帶4G的 甚至乎以前 有時候沒有轟6N 即是空中加油的情況 只能帶2G 現在有空中加油 我覺得他帶4G都可以 大家自己計算 例如有20架轟6K 轟6N 然後乘20乘4 當然他現在的產能 應該沒有20架轟6N 用轟6K填回數 所以應該大約60至80支的長劍10 射去關島 總有時候一兩支會流亡 這樣也不好 打到高價值的目標情況 所以相對來說 轟6K也有一定的威嚴 另外有人說 YJ-18 我們說鷹擊-18 鷹擊-18 其實也是一個巡航飛彈 它大概可以寫到500公里左右 當然相對來說 YJ-18有空射型 用千轟7A 或者用轟6K也可以 千轟7A 我相信它比較難接近到關島的情況 大家可以不需要理會 但是它本身 就算你真是光碌6K來到 其實你也進入不到它們的火網 所以我們暫時看 這個YJ-18 鷹擊-18 應該威嚴不大 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應該集中 我們會看 如果用這個彈道導彈 即是這個東風-26 那怎樣防止它們的攻擊呢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去攻擊關島 關島有什麼防禦地方 當然我們有一些反彈道導彈的武器 美國最有名的 例如是一個薩德系統 這個薩德系統 當然它的雷達是非常之強的 例如可以掃到二、三千公里的覆蓋範圍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在二、三千公里內 掩蓋到的地方 你的導彈一起飛 基本上距離地面幾米 它已經是偵測到的了 那導彈 這些彈道導彈 它們最大的威力是末端 意思是它們突入了大陣 再衝進來的時候 它們的G就會很大 所以這個位置很難捷擊 另一個最脆弱的情況就是上升階段 導彈往往上升階段的時候 地心吸力的問題要克服 所以那一刻它的速度一定是最慢的 所以如果你要捷擊它就最好 但是我們說到薩德 它也是比較傾向末端攔截 另外一個就叫外國者三型 外國者三型的飛彈 大家都想聽 部署在美國盟友的國家 但是近期我們看沙特加拉伯 它去攔截也門的半軍的時候 其實攔截率不是太高 所以外國者三某程度上 是不是這麼順利 靠得過呢? 我們也是一個疑問 以及薩德和外國者三的飛彈 全都很貴的 所以如果是要一個萬無一失的角度 守住關道 這兩個都可以擺 但是可不可以有些再可靠的飛彈呢? 我們會推薦一個叫做標3 標3是標準三型的飛彈 當然這個就是現在美軍 一個比較主力用的飛彈 你看到都會擺在神盾驅逐艦 或者神盾巡洋艦上面用的 這個SM3我們說 最新的叫Block 2A 這個就是美國和日本共同研發 這個飛彈是一個抗干擾能力的非常強 你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干擾到它的情況 第二個就是它可以攔截彈道導彈 之前夏威夷試過的 攔截一個把彈 攔截彈道導彈是成功的 成功率都不錯 所以這個SM3似乎可以予以重任 這個SM3的好處就是它是一個中段防禦系統 意思就是當你的彈道導彈已經超越了第二層 準備突入到第二層攻擊你的目標的時候 它就可以立即打你下來 它是一個動能打擊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SM3有兩個載具去做 第一個載具就是我們常說的神盾驅逐艦 或者神盾巡洋艦 都可以配備這個SM3 如果配備SM3 主要大家熟悉的就知道有一個垂直發射 我們叫VLS 垂直發射系統裡面 這些SM3就會放在這個坑裡面 通常有八聯裝 即是每排四個 打開發射井 然後就熱發射 裡面點火然後就向上發射 美國通常用熱發射的情況 當然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是機動性 所以它可以容易部署 但是神盾艦的好處是第一 它的成本太貴 大家知道一個艦上千多人 你每次調拍它 它們不能移動 所以相對來說 你不是用一個艦兩個艦 就能夠遮蓋那個範圍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我想你要差不多四個艦 好像一個四方形 這樣挖住地區 如果你要四個艦 其實對美軍來說 都足夠建築 因為現在 這些軍艦調配 其實都需要 有些要維修 有些要訓練 現在大概 太平洋其實都不是很多這些戰艦 大概我們說 十零二十隻 十零二十隻 就要給你死隔離 所以應用起來都頗困難 尤其是現在要經常是南海自由航行 如果南海要多放一些艦艦 就不夠用 所以盡量不要搞到神盾艦 神盾艦 你搞得多 第一,那些員工很難休息 第二,又要維修 又要去整 又會貴 所以某程度上 要用神盾驅逐艦 就不太划算 好了,如果我們 我再舉一個例子 因為歐洲也是這樣的 歐洲可能有四至八隻的驅逐艦 他們都要長期放一些 維護著一些重要國家 因為這些驅逐艦 我們剛才說要四隻 去防一個地區 可能有兩個地方 有八隻 每次就是這樣 那是為什麼 你用這裡的海神盾 其實某程度上是有效 但是貴 好了,那有沒有一些 比較划算的方法呢? 其實有的 另一個我們叫做陸基神盾 陸基神盾是什麼呢? 其實神盾的火控 或者搜索系統是一樣的 不過就放在陸基神盾 放在陸基神盾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不會到處走 所以它操作的人員不多 不是說要維繫整個船 那麼重要 它只要維繫到上面的系統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操作的人員少 第二個什麼呢? 甚至乎它接下來 可以將它處理到 有機會去遠端控制 就是說未必一定是現場控制的 那麼這個就跟我們之前說的 薩德的系統會有點像 可以一個遠端控制 那麼這個就可能令到人手更加優化在關道 那麼當中陸基神盾當然好處有很多 那麼它首先大概要用20億美金去建 那麼現在呢 就會在這個羅馬尼亞和這個波蘭 接下來就會裝的 那麼裝了之後呢 因為這些地方都比較內陸國家 那麼所以就斯盾系統 如果有時候你用海基的話 都難可以cover到這些位置 所以陸基神盾 對這些內陸國家就非常之好 那麼當然呢 如果它部署都關到的話 就不需要用到一些艦隊的海軍的能量 那麼純粹自給自足 自己的陸基神盾系統就完成了 那麼有時候有時候的module 換一換 這樣就完成了 那麼人員維修就容易 那麼所以空軍基地 有時候有什麼事就用空軍運過來 然後換了module就完全可以用了 那麼所以大家看得出來 如果你說撥20億 或者可能蓋兩個 維護著這個安德深空軍基地的安全 其實我覺得都值得的 那麼所以你看得出來 今次似乎 如果真的要去積極做一個防禦系統 的話 似乎陸基神盾是比較好 那麼陸基神盾 就有很大的反應 大家知道裝這些飛彈 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麼他們絕對會顧慮他們國民的感受 但是我相信他們都會再接再來的了 因為他們明白 北韓對他們的威脅始終都有的 所以他們都要建構第一線防禦 那麼我相信陸基神盾 在日本落戶的機會其實都很大 但是要等一下 可能等到一兩年 有些契機出現的事 好啊 今天我們的分析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第一次聽他們的分析的話 請你subscribe我們的台 你可以按鐘仔 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聽到我們的節目 廣東話都相當不知不容易 很多分析都是主要來自英文或者國語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本地製作 我們特設了一個patreon會員頻道 一個叫做君武老虎的領養計劃 大家通常可以贊助老虎 贊助紅貓 都要50元一個月 但是我們本地製作 你只需給一杯咖啡價錢 大概30多元 你可以支援到我們 請大家多多支持 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當然 就算你不訂閱都好 你可以看我們的廣告 看廣告 就可以用平板電腦 或者收體電腦去看 手機你就非廣告無所謂 到時就方便你去看 好 希望可以在其他節目 再跟大家去分析一些軍事 時事的情況 我是你的主持 Larry 拜拜